大家好, 今集有何好吃才有我, 蘇耀光 和大家來到, 位於海船門酒店三樓的 老上海護穴酒家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呢? 因為我收到一封說 這裡是全老闆最出色的上海菜 一起去嘗嘗是否真的 第三位, 水煮魚 立即嘗嘗一嘗 據聞這是必吃的菜 吃之前已經覺得很香 但吃起來的確是很惹味 其實, 不怕大家說 我吃之前都很擔心 因為說, 這個是很辣的 我本來不太吃得很辣 但是, 究竟會怎樣呢? 但是, 吃起來覺得 是有辣的感覺 但是, 那種辣是麻辣 一滲就過了 並不是令你覺得很辛苦 是一種好吃的辣 我開始對辣的定義有點不同 就是因為這碟水煮魚 第二位, 北京片皮鴨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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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讓我示範一下 究竟這個北京片皮鴨 正宗的吃法是怎樣吃呢? 首先, 應該 你放一塊 然後, 你就要找一個 片皮鴨的皮 其實這個片皮鴨 在老上海這裡 是用正宗的北京田鴨來做的 所以它的皮 是特別脆 和脂肪比例的完美 然後呢 你就要 像美感一樣 將青瓜放在上面 當然不能剩下的 就是這個蔥 然後呢 要下手 把它 包在一起 北京片皮鴨 嘩 很長期的感覺 當你咬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皮很脆 和蔥的質感很接近 而且 我感覺上我現在在吃 是在吃蔥 而那塊片皮鴨的皮 好像在口中 立即溶化了 是真的會這樣的 那塊片皮 在口中發生了什麼 化學作用呢 要先打一盒 才能聽到 第一位 宮廷雪花牛肉 第一位就是老上海的 這個招牌的宮廷雪花牛肉 立即忍不住 先拿過來 嘩 是不是覺得好像很神奇 我從來沒有試過 看到這個牛肉 是這樣的煮 我問過師傅 他就說 這個宮廷雪花牛肉 是先把美國頂級的雪花牛肉 用這個醬汁先煮 然後再加脆汁 然後再下鍋炸 我想有一個全新的體驗 對這個牛肉 嘗一嘗 這絕對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牛肉 它的肉 一入口 立即溶化了 我終於體驗到了 我平時看電視節目 經常聽人說 入口即溶的牛肉是怎樣 就是這樣 好 好 好 我來吃完這三碟食物之後 我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說 傳聞中說的東西 是絕對正確的 這個時候我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員 大家都用老是老啤我了 因為他們忍不住 要立即試這些食物 好了 今集的有什麼好吃先 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Good Good Good